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占卜里面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那你就是我的有缘人 那希望大家各位有缘人能够在这里面听到你想要听到的一些信息 那这一组牌呢我用到的是三副牌 来帮大家看一下 就是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烦恼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然后一个什么样的能量状态 包括独角兽啊仙女啊等等啊 这些大天使等等 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指引 让你们更好的成为那个自己 那下面我们就开始看吧 因为这是一个有缘人的占卜 所以我不会给大家做出选择 就直接来看我抽到的牌 来看看能不能得到你想要的信息 当然大家如果说想要做精准的占卜啊 就是一对一这种能量的连接的话 是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塔罗控来进行预约的哦 那下面就开始听听吧 各位有缘人们 首先呢这是一个 这个我是车的塔罗牌 是一个道调人 那我会觉得 其实就是在看这一组的朋友的这种感觉 我会觉得你们还蛮辛苦的 而且你会觉得 其实不管是感情上还是生活上 包括你的学习事业上 有太多束缚住自己手脚的东西 就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振脱啊 通常呢有时候我们会想 怎么样去做得更好 怎么样去计划下一步 但是一旦回到现实的情境中的话 看到有很多的困难 或者是有很多束缚到自己的地方 那我们反而就没有办法 就是也不敢去展开自己的拳脚 去实现自己心里面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 所以我会觉得你们现在 可能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觉得自己一直在做一些无谓的牺牲 不管你是去追一个人 还是说你在等待一个人的过来 甚至说你想去讨好别人等等 你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形态 因为你觉得可能做一些牺牲 会让事情变得更好 但是有的时候牺牲过头以后 反而会让自己特别特别的累 这是我从塔罗牌上看到的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一组仙女牌 我们这种植物里面的 或者是大自然里面的仙女 这种花金等等 来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首先这是一个 Song Song是一个儿子 当然你现在如果说是一个母亲 那么可能就是跟你的儿子是相关的 如果你不是一个母亲的话 有可能就是你周围会有一个 对你看来像儿子的这样一个男性 如果说你不是一个女性 你是一个男孩子 那么有可能 那么有可能你是非常想要去依赖你的母亲 或者是依赖某些女性 会有这样的心态 就是这整个的信息散发的就是儿子 儿子这两个字 就是你的问题会涉及到这个像儿子这样的角色的 这样的人物 也许就是你一直在担心他 就担心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会有人来帮助到他 所以这张牌的话 其实也验证了你的一些直觉 并且要求你朝着你直觉的方向去采取行动 因为仙女们他想让你知道的 就是你的儿子 或者是你像儿子 像你的儿子一样的这样一个男性 或者是你本人 是安全快乐被守护着的 就是给他们任何的 不需要 就不需要担心他们任何的方面 这样的话 他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去痊愈 那这张卡片呢 它其实有一些附加的意义 就比如说 有可能你已经在孕育一个生命 或者是想要去收养一个男孩子 甚至说你的你喜欢的男孩子 你会像想要像妈妈一样去照顾他 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你的人生目标其实包括了去帮助孩子 就可能你的职业啊 或者是你的内心会有很大一部分冲动 想要去帮助像孩子这样的人呢 一个其实你要知道 你的这个想要去救助的这个人 这个像孩子一样的人 或者说就是你的孩子 他其实是很快乐的 是向你表达他的爱的 而且呢 有可能你你比较喜欢照顾像儿子一样的雄性的宠物 就比如说你会把自己养一条狗狗 一只猫猫 就是公的 你会把他当儿子去养 或者说啊 近段时间你可能会收到关于父母的信息 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男性的话 可能更多的会收到父母对于你的关怀 对于你一些小担心等等啊 所以说这个这张牌 他更多的就是一个儿子的这种讯息出现 大家如果说还是学生或者是什么的 你看到这里其实也不要觉得好笑啊 因为就是他其实指的是一种特质 就有可能如果说你是女性的话 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包容的心 就你非常你你如果说想要去谈恋爱的话 你会很像是母亲的那样的角色 就是会把对象照顾的方方面面照顾的非常好的那种人 如果说你是一个男生啊 而且是一个学生的话 你是一个被父母保护的很好的人啊 就是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听取一些就是跟自己对应的信息就好 也并不是说你马上就会生个儿子等等啊 就是当然这个是建立在你已经结婚了 或者是你真的是最近有这样的计划 那么就是有可能你会马上会得到一个baby 而且是一个男生啊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讯息 第二个讯息的话是 那其实跟第一个第一张牌是有那么非常相反的含义啊 因为这个是老人啊 刚刚这个是儿子 那这个就来到一个老人 那其实啊 这个老人的部分就是 你可能已经完成了生命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就是一个新的甚至更好的部分开始了 那这张牌的话其实就是表明你生命中的一张啊 就即将结束 就你可能已经完成了一个 你心里面想要去完成的一个事情 你就是开始进入到人生的新的阶段了 可能是结婚或者是谈恋爱 完成了一个目标等等啊 也许你就会 就当你迈入一个新的人生的篇章的时候 你就会对未来感到一些失落焦虑 那这张牌的话 其实是让你去相信自己啊 你现在的处境 其实是教会了你很多宝贵 而且重要的一个人生课程 就你现在其实正在带着这样的智慧啊 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新的工作 包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等等 对这种保持 这种改变你们应该要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啊 因为它会给每一个相关的人带来很多的祝福 就你的未来就是会被周围的人照顾得很好 然后呢 有可能啊 这张牌也会说明你们最近可能有搬家的打算啊 或者是搬到新家 然后呢 会产生一些转变啊 就对于你的人生而言的话 并且有可能你们会去放弃掉不健康的一些旧模式 就是你能够去腾出时间去治愈过去的一些伤痛 所以说这里的old我们不是说真的是去什么老人啊 跟老人说再见 而是去跟旧的状态 旧的旧的过去说再见啊 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张牌 第三张牌啊 这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你需要原谅谁啊 那我会觉得可能你们这一组小伙伴呢 有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旧旧疾 就是你就是积累已久的一些旧的怨恨啊 就当你去释放掉你的这种旧的愤怒啊 或者是怨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愿望其实会慢慢的去实现 所以说当你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宽恕的状态中的时候啊 就解脱出来你的祈祷 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啊 去原谅某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 你完全没有去宽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 可能你的这种祈祷是不会得到回应的 虽然你可能觉得就是自己的这种愤怒啊 是有道理的 但事实上啊 你的这种怨恨呢 只会伤害你 你身上的怨恨其实阻碍了你内心深处 想要完成的那个目标 或者是想要实现的那个愿望 所以你可以去走到大自然 或者是去感受一下 特别是在大自然里面 而请大自然的精灵和灵魂来清理你的头脑身体和低能量的情绪 如果说你能够下定决心让自己从过去的这种愤怒啊 或者是这种怨恨中解脱出来 你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光要去原谅别人 更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原谅自己 去清除你心中的一些罪恶感啊 并且减少对自己或者是对他人的一些批判 不要把自己啊 有的时候当成一个受害者 要把自己看成有力量的人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现在 而不是过去啊 所以这就是整体的这个仙女们给予你们的一些讯息的传导 然后我们看一下你们啊 现在的一个能量状况啊 首先我们看这一张啊 这一张的话 嗯可以看到的话 这是一个春天的一个美丽的一个金色的花园一样的地方啊 到处都是硬币和鲜花 那而且你可以看到啊 这些鲜花硬币啊会像水果一样挂在树上 那其实啊这张牌它是标志着 你们可能近段时间有一些财富的新的增长 而且会以一种你想不到的方式去出现啊 就像这个这些反常理的这样啊 像这个是一个直立的状态 所以说它可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 甚至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的啊 你以前想都没想过 我的钱是这样可以从这种 就是会像这样的这样过来的一种感觉啊 你要知道的话 你已经剥下了属于你自己的财富和这种繁荣的种子 就像一个园丁啊 它在地上去工作的时候 开始看到了一些开花的结果 那这张牌的右边 它其实是表明宇宙正在祝福你啊 帮助你去让你的劳动的果实去开花 所以啊你可以去放松一些啊 就是你已经可以慢慢看到你以前剥下的种子 开始开花结果了 所以我们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和担心啊 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结果啊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闻一闻花香 去感受一些植物新的生长啊 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你的这个繁荣能量啊 会更多的涌过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啊 第二张的话这是大天使拉斐尔和星轮啊 我们可以看到是绿色的光 星轮啊 这可以看到的话大天使拉斐尔它是将美丽的这种绿色能量衍生到你的心脏的中心 周围呢又是粉红色的波浪 所以说这张牌它表明你现在已经准备好接受别人和你自己的爱了啊 也可能表明一个非常需要就是你以前可能经历了很多让自己心碎的事情 那么现在这种愈合正在慢慢的发生啊 你的这种心碎是一个愈合的状态 那拉斐尔它是也是以这种温柔的绿色的光芒来提醒你啊 你你渴望从别人听到一些比如说啊非常同情你的话或者是认可你的话 其实你要知道你来自你心脏的这种光就是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美丽的光在闪耀着 你自己完全是可以照耀自己的 所以完全不要去依赖于别人对你的评价啊 你要对自己是一个肯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所以说有可能你们这一组的小伙伴啊 有缘人们嗯你们以前的心轮是比较封闭的啊 甚至是有些堵塞的啊 你会觉得呃自己感受不到别人的爱自己也没有办法爱自己 那么在之后的日子里啊 拉斐尔它是会给你进行疗愈啊 如果说你们觉得呃自己的心轮还是没有办法打开 那么是可以找我预约来进行脉轮疗愈啊 让你的心轮更加的敞开更加的平衡 这样的话就能更加的去让你的这个心轮啊 保持一个开放的完美的健康的快乐的状态 这样爱的能量就是会流过你的心脏啊 让你生活在爱中 那实际上你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也是会慢慢的敞开心心扉啊 去接受别人的爱去爱自己 那么我看一下第三章 第三章是放手啊 我这里可以看到放手然后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那这张牌呢 可能啊 我会看到可能有人他已经离开了现在的一些情况啊 他就像这个女孩子一样 他正在关上他身后的这样的一个铁闸啊 走进一个嗯 这种未来的这种状态 那这张牌呢 其实也表明你是时候去做一个类似的决定啊 也许你已经完成了一些事情啊 也许是职业目标 甚至是一段关系 或者是一种长期的经历 那熟悉情况可能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是现在呢 你已经准备好在前方的这种开阔的啊 这种道路上去看你的选择 事实上有一个重要的新的开端就在你的面前 所以啊 是时候你去做决定了 然后这张牌其实还表明就是现在 是一个放弃你的旧习惯 去放弃你的旧的情感模式 甚至是错误信仰的一个好时机啊 不管你这种消极模式被过去的这种人事物啊 灌输了多少 你现在是完全有能力去释放掉你的这个旧的这种模式 并且继续以一种更加自由 更加健康的方式去思考去跟自己和他人去做一个连接 所以不管是内在世界还是说你处在的这种外在世界里面 那这张牌都在告诉你 你已经准备好离开你的旧世界 然后往前走了啊 这个是你们现在这种能量带给你的这种启示啊 这种指引 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独角兽带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独角兽这里看到第一张 第一张的话是成长 在成长的道路上呢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不一定啊 就一定要一个人非常坚强孤独的走下去 我们有的时候呢 也要去愿意向他人去学习 或者是找一个一路同行的伙伴啊 导师啊 向导啊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独角兽 他其实也是这种挥着翅膀在告诉你 你已经为你下一阶段的成长去做好准备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整组的牌都是在说明啊 都会有一个指向 就是你你现在是应该向一个新的世界去迈进了 不要再去留念留念你的这种旧的生活了 就你其实已经为下一阶段的成长做好了准备 是时候去找一个人来指导你的往后走的这样一种 往前走的路了啊 你可以寻找一个导师 他已经走在你希望走的这种道路上啊 他能够支持你的学习和发展啊 你可能觉得啊 有必要会在你的这种专业领域啊 或者是有一些别的兴趣啊 想要去进行一些新的学习或者培训 甚至说干脆开始一项新的事业啊 你可能感到就是被引导去深入的工作 特别是在你的这种灵性成长上 你可能就是得到了一些启发啊 想要去得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震动 所以不管你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那这个独角兽他都是邀请你 在你的成长中迈出一小步啊 就跟这个小小独角兽一样 他在慢慢的走着 那么不管他怎么走 这个大的独角兽他都在旁边看着他啊 不保护他啊 虽然说他走的可能没有那么的 就是跟大的独角兽一样 能飞起来等等 那这个小马鞠的话 他其实也是愿意去犯错误 所以也是在告诉你啊 在你学习的过程中不完美 是完全可以的啊 你不需要一下子知道所有的事情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接受 并且啊 与你所追求的这种经验啊 或者是技能相关的人啊 就是去请教啊 去得到他们的指导 然后你不要再拿你的进步和别人去比较了啊 自己跟自己比就很重要了 你已经尽力了 这已经是足够的啊 所以在我们进入下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 肯定是会出现一些不熟悉的情况 不完美的情况 那么你要享受成为一名学生的这种过程 就是从头开始或者慢慢来的过程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成长 然后不断的去邀请 在你这个阶段适合指导你的这种导师 来带你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而且你要相信 就是这样能够给到你指导的人啊 总是会在一个 你准备好的这种时机出现 只要你准备好了 进入到下一个新的阶段 想要去学习更多新的东西 那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导师出现在你的面前 带你往前走的这种感觉啊 好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章的话这是冒险 那冒险呢 就是就是让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敢于去与众不同 因为要是或者是你要敢于去实现你的旅行的梦想 甚至说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那其实啊 今天这个牌真的有很多 就是 大家给到你们的指引啊 都会有重叠的部分 就比如说刚刚 仙女也有说到 你们可能会去搬家 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能量也是让你去进到一个新的环境 那么独角兽啊 也正在召唤你 踏上一段冒险之旅啊 去探索这个世界 或者是去享受一个新的建议的经历 也许你曾经啊 梦想去搬家到另一个城市 或者是另一个地方啊 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或者是新的风景 也许你会感到 就是你现在的生活 比较的无聊 比较的窒息 那么你要知道啊 生活中 其实有比一成不变的生活 更多的东西啊 不管你是去到 可能就在周围去玩一玩 或者是搬到一个新的城市 还是只是去度一个周末 那么都在提醒你啊 你是时候出去走一走了 当然这个出去旅行 我们还是要注意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安全啊 就是这个口罩啊 这个消毒一定要做好 然后呢 在你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之前 那你先去释放 释放掉你需要很多钱的这个信念 就你可能经常会因为啊 我一定需要很多 多少多少钱 我才能够去到一个地方 才能够获得一个新的 新的住所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就觉得钱 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那么其实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 你可以先释放掉这个信念 然后向独角兽寻求帮助 为你的旅行梦想 带来所需的所有的资源和机会 那么现在呢 你就可以开始去研究你梦想中的地点啊 或者是房子啊 就好像你已经拥有了一些资金 时间和资源 来支持你一样啊 你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你永远不知道啊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正在等待机会的房子 一个换房的房子 甚至是你旅行梦想的开箱 即用的一个答案 所以你要允许自己有一个远大的愿景 享受展现你旅程的过程 而不是说一直陷入在一些细节方面啊 就我一定要准备好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我才能够去旅行 才能够去帮你家 才能够去到这样的一个城市 就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准备的过程中 其实就已经在慢慢实现了你的这个梦想了 这是第二个信息 我们要善于去冒险 善于敢于与众不同 当然这里还是要再次提醒 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健康啊 最后啊 最后这一个 最后这一个是一个想象力 就是独角兽呢 它其实在告诉你啊 你是完全可以去想象一个新的梦想或者新的现实 你要允许自己做梦 要相信无限的可能性 因为你的想象力曾经是狂野自由 甚至是非常神奇的 在你内心深处 你其实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就可能这个就是你小时候你的想象力是非常的好的 非常的强的 就像天马行空啊各种的 但是当你逐渐长大以后 你就会被各种人啊或者是各种事啊 告知要活在现实的世界里 就他们要告诉你要去采取明智的行动 要负责任 要学习事实 而不是做白日梦 所以你被引导去相信 就是努力工作或者是努力学习是取得成果的唯一途径 那实际上呢 这种想法它切断了你的想象力的一个显化的能力 因为你是拥有去让你的想象力变成一个新的事实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局限于自己现在的生活和这种环境里面 我们有的时候要跳脱一点 要跳出这种 就是让自己的思维更加开阔一点啊 千万不要局限 就跟这个调人一样 道调人一样 就是就觉得自己啊 这各种受束缚 其实你可以每天去花点时间去梦想你想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慢慢慢慢的把你小时候那种 对于各种事情的想象力啊 充满奇迹的这种童心 把它召唤回来 就当然啊 我们可能就是 也不是说你想什么事情 它就是真的是马上就能实现啊 这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但是你想都不敢去想 那么怎么可能去实现呢 所以说我们可以每天花点时间去梦想 你想要的啊 让你的想象力激发一种快乐的喜悦的感激的 甚至说是一种非常惊奇的感觉 就像你最狂野的梦想已经实现的一样 那么你就让这种感觉滋养你的身体 让它们流回宇宙 然后你就提前感恩 并且将这种愿景和这种想法去托付给这种天使啊 托付给神 实际上这张卡片它也是鼓励你带着你的梦想走得更高 相信它们比你想象的更近 一定要有耐心 不要在你的这种愿景显化之前 你就放弃了啊 我们一定要有耐心 然后不要把自己过多的局限了 那这就是今天整组的有缘人的占卜了啊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有用的信息 那有缘人们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给我三连哦